词曲 李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作出来的石头 打在这张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集碎 于是金银和铁泥都一同集得粉碎 盛与夏天和祥上的康坯被风吹散 无处可尋 打碎这仗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所以当我们去到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更加要明白 神在启示录时空的房间当中 其实想给我们对比一样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立刻聚焦的话 我们突然间就会豁然开朗知道 原来神一直想说的是什么 而实际上现在我相信当加上启示录这个对比 大家就明白为什么这个仗是地上要发掘出来 要争取、要储藏的金银和铁泥去建这个仗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神创造了人类的生命之后 在时间空间当中 即时间再包含空间 现在我们明白了 在这个活剧当中 除了有我们说的舞台 我们说的大奸国、大配角之外 其实他建立了很多筹码 这些筹码我们不能带来这个世界 我们也不会带走的 它就是这个舞台当中的一些物品 这些筹码就是神有限度将金、银、铜、铁等 我们所说的贵金属 放在这个世界当中 但是人来到这个世界当中 他却不争取去满足神的公义 却争取在这个世界挖金、挖银、挖铁 而于是乎制造了我们说的启示录的大淫妇 即是一面一脚搭两船 一面就许佩给神 另一面就过着奢华过甚的日子 喝醉圣徒的血的日子 但另一面是什么呢 另一面的人来到这个世界 他没有这些金、银、铁、铁 留下的 他也没有聚绩这些东西 在他们身上只是留下神雕夺的痕迹 因为他们就是非人手 非人手 作出来的石头 弟兄姊妹 一日或者我离开这个世界 OK 但我相信在历史上会记载梁日华这个人 他身上不是争取了什么功名利落 但他会留下神在他身上雕夺的痕迹 你看看圣经的人物 丁姊妹 你看看阿伯拉罕他留下了什么 他没有留下一个大的企业 现在还在卖手提点 他没有留下一个大的公司 现在卖石油 他没有 他留下什么 他留下就是神在他身上雕夺的痕迹 所以神为什么要用这些物料去对比 去到启笑的时候 你就很清楚 一节这样的经文 竟然隐藏这么多东西 这个就是神为什么呢 是喜欢用这种策略式去看一件事的原因 因为他就算说出来给你听的时候 你回味无穷 原来鼎姊妹 究竟现在你懂不懂得 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神会给我们很多额外的祝福 这个额外祝福只不是帮助你下一转当中 是可以让神留下更多雕夺的痕迹 例如举个简单的例子 为何神让阿伯拉罕成为一个有钱的富户 其实阿伯拉罕在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之前 他是一个有钱的富户 我们曾经说第四个momentum的时候 已经分享过阿伯拉罕 他是属于一个有钱人 因为他带着自戚牛羊皮博 还带着对亲戚 有很多的仆人 他的仆人可以打败几个王 你想想他有几多仆人 所以阿伯拉罕是一个有钱人 但是他的钱 是帮助他成为一个本钱去跟从神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 你这么有钱 你这样跟从神 多余 但一点也不多余 因为他在这个地上 没有留下金银和铁 不是能够成为阿伯拉罕的财富 没有 但是他一生是留下神 在他身上刁夺的痕迹 弟兄姊妹 这就是教会应该建立 我不知道其他教会 但至少是石安教会建立的真正理由 我们教会到现在 二十多年内 我们没有留下什么建堂 什么荒废 借债 欠钱 这些痕迹 没有的 但问题我们留下二十多年内 在我们的讲道打也好 在我们的分享也好 在我们的分享也好 是留下神一次又一次 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刁夺的痕迹 这个就是神真而众之 历代历世所做的 未停做的工作 而这是救赎的工作 开始自结束 救赎的工作 不单止是主耶稣的救赎 并且被主耶稣救赎的人 能够成功 才完成整个救赎工作 但是问题是 被主耶稣救赎的人 是神正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神不厌其烦的刁夺 所以你要看到一边 就是启述告诉我们 这些在地上不断地 抱着这些筹码 抱着这些地土 这些你不能够带来 也不能够带走 只不过是这个舞台上的筹码 你抱着它做什么 那些筹码 其实本身不是被我们 留下给我们永恒用的 是让我们帮助我们 更加容易有筹码去跟从神 是让我们去到下一步的时候 我们放下这些 去结账 让我们走到下一步 明白吗? 就如我所说的结账 原来神所给我们人生当中 无论是健康也好 年轻也好 这些是你的筹码 甚至给你的梦想 或者给你的职位也好 这些都是你的筹码 是让你能够在适当的时候 去为神赴上 为神摆上 有没有证明呢? 阿伯拉罕的信心就是这样 其实以撒就是神所给他的筹码 到神要呼召他 献送以撒的时候 他就可以为神摆上 其实相对于人生当中 你肉体能够在地上的时间 所得到的所有东西 就是一个筹码 其实这些筹码 是帮助你更加顺利地 不是让你享受人生 不是让你的肉体能够 享受到入坟墓为止 是没错 为你带来少少的不方便 没错 为你带来少少的付出 但这些筹码 是让你在人生当中 你不会为自己 建立金银和铁礼的帐 却是在人生当中 帮助你可以踏入 神为你去刁铁的范围 例如举个简单的例子 亚伯拉罕是一个例子 我自己是一个例子 神给我的刁铁 帮我慢慢去建立这间教会 这间教会真的大了 但这个教会大了 只是成为我的筹码 去跟从神 因为当我们开始教会的时候 以前是 没有这样的经济 将我分享的信息可以送出去 但问题当然 如果讲教会的经济 就是在当时最初全职的 只有我和阿全威 我们的薪水 和我们的送带 但问题是 我们是教附足的 记住 但问题是 有一段时间 我们的经济 甚至不能出钱 他也交不到租 但 这就是我们的筹码 以前没有这些钱 但现在我们有这些钱 但我们要选择 究竟是出我和他份量 还是我们送带 这个就是筹码 当然很多人都觉得 多余 当然是出了你的薪 不是的 我发觉 我研究圣经这么久 跟从神这么多年 从来都不是这样计算的 不是我们满足肉体 神给了筹码 我们是去到这些骨折眼 那么重要的时间 我们用这些筹码 去献上美神 就好像阿巴兰 就献了以撒绝后 什么筹码 不是筹码 没有了 对啊 那怎么办 难道你真的说 你真的说得出 这些蝕万的说话 神在历代历世的活剧 是多余 好像那些 将要一定落地獄的人 所说的说话 说我们现在所做的 那么多年 都是多余 所以 我想让你知道 这些不是多余 在你人生当中 不是留下多少金 多少银 在你的户口 就是在神面前的成就 在你人生当中 离开这个世界 究竟神在你身上 刁夺到多少呢 第一 当你肯被神刁夺 神会刁夺更多 第二 神刁夺的时候 你不排斥 你肯接受 你会变成一个更优质的人 离开这个世界 每个人都要离开这个世界 但每个人都不应该在这个世界中 拿着这些筹码 以为 这些筹码 这个游戏里面的筹码 就是你人生当中的结局 不是的 圣经里面每个人都说 这些不是的 这些的钱财 是会有逆飞走的 而当你能够理解这件事 你就明白什么叫附足 什么叫杀壮 什么叫十分立一 因为原来是这样的 当我们愿意不让这些钱财努略我们的心 的时候 神就愿意给你多些筹码 而使你为神付出更多 你见不见 原来就是因为你之前为神付出多 所以神给你更多筹码 让你付出更多 让你受到更多挑战和丢夺 所以当我们教会由几个人 开始移一间 变成2000人 而这个过程当中 神只是给了更多筹码 让这些筹码 使得我更加愿意去跟从神 更加不会被违的 将神的话语跟你分享 并且将信仰里面所说的 每一样顺传和正直的东西 放在我和你们的生命当中 而不是成为一个 叫人家顺传正直和公义的人 而我自己 都一定要成为一个 顺传公义正直的人 没错 今天我的筹码多了 是因为当日我愿意付出 但是神 于是乎百倍祝福我 然后就要等下 我下次愿不愿意更加 付上这些筹码去跟从神 因为我有更大的筹码 我就能够更有本钱的去跟从神 更有本钱的影响更多人 但是我想让你知道 每一次我发觉 无论在恩赐运作里面 或者在经济或者物质上付出 我愿意这样做 神一定会百倍祝福我 使我下次能够更加这样做 神希望将这些富足 这些财富 这些影响力 加给我们 去劳略了我们的心 这些风性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只不过是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为神更上一层流 在更短的时间当中 经历更多信仰的夺磨 只是单单为了这些 无论神所给你的健康 售素 给你的祭愈 每一样都是 在一个过程当中 你懂得感恩的话 那你就更加重赚多一样东西 就是在这个夺磨当中 整个过程当中 你也是在愉快的心境当中去度过 当然 在于很多人来说 是很难的 他不硬硬的 已经好给面 但我想让你知道 就是说 原来 其实神的夺磨 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过程 因为原来是这样的 原来神的雕夺同时 也在你的生命当中 显示他的同在 他的真神 所以在我的生命当中 为什么我会那么轻易 相信到神呢 因为我越被神刁夺 我就越感觉到神的手在我身上 有很多人一生都不会 经历到神的原因 或者经历一下 没多久就会消失了原因 就是因为他根本不愿意被神刁夺 但是我想让你知道 神在历代历世以来 在做什么 我再问一次 神在历代历世以来 在做什么 他在不断地刁夺 这个非人手作出来的石头 而你的生命就是什么 你的生命就是反映出 神究竟在你生命中 所刁夺的痕迹 所以如果神给你的筹码 你不断地不肯付出 那就没有下次了 明白吗 他会由得你继续在这边 去建一个康披一样的金银铜铁 来的奖 但问题是他给你的刁夺 就停止了 你会见到神在人身上刁夺 但你不会见到神在你身上刁夺 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手已经拿开了 但相对 如果神在你身上刁夺 其实你每天都会很开心 因为在我来说 至少 证明神的真实 和经历神的真实 是我人生当中的自保 所以我被神刁夺 无论是 事和事福的刁夺 我都开心得很重要 无论我身上 面对疾病 痛苦得很重要 那种的虐磨 但在我内心信仰上 我是很着弱 很开心 当然不是因为我喜欢病 不是我喜欢逼伯 但我喜欢在我生命当中 证明我信的神 是真过我以前信佛教 祷教的神 祂是真实的 祂不单只是神 并且祂是色在金在永在 换句话说 我们不是说祂是阿伯拉罕的时候 或者是使徒的时候 去行神职 现在不走 那群牧师 肯定是垃圾 神也说明祂是色在金在永在 祂现在都在 这就是神无处不在 无所不难的显示 但只不过有很多人说 祂现在不存在的原因 就是因为那群人 连整个中派 都不肯让神丢夺 神就拿着手 但当你肯让神丢夺 你就会在当时代当中 世上经历神的同在 最多的一群人 但以理书第二章 第三十四至三十五节 你观看 见有一块非人手作出来的石头 打碎这杖半铁半泥的脚上 把脚集碎 于是金人和铁泥都一同集得粉碎 盛与夏天和场上的康坯 避风吹散 无处可尋 打碎这杖的石头 变成一座大山 充满天下 我被避重 全为神歌众 攀是否 无被人尊重 我被避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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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是否 无被避重 我被避重 是否则CUBE伯邏 她被避重 我才ikal 衍 англий尔 要把我唠 peculiar мыш子 可以则 iles 你就子 你要不要 primitive 祈福 磊